不少爱吃但是又怕胖的民众都会特别挑像是低卡路里啦 或者是零热量的食物 但是它真的是零热量吗 消息会现在抽烟了市面上的商品当中 就发现有高达45%的商品 实际热量跟包装上面标示的都有误差 像是包装上头写着无糖的饼干 就问您知道吗 整盒吃下去等于吃下了两碗白饭 零热量的饮料真的都没有卡路里吗 其实卫生署有规范 每100毫升不超过四大卡热量都可标示为零 那这四大卡的部分并不表示零卡 就是全部都没有 而食品的热量来源除了糖类以外 还有蛋白质和脂肪 像是这一盒蛋卷大大的字标示无糖 如果不小心整盒都吃完 就等于吃下了两碗白饭 在这个选购无糖的商品的时候 除了因为一般的这个糖尿病的犯者 需要这样子处理 可是热量的这个摄取也要去注意 除了零食饮料 不少人爱吃低热量的蒟蒻 但市面上有些蒟蒻为了增加口感 添加了不少调味料 整包吃下肚 那含量超标 你那摄取过多的话 容易造成一个水分滞留 最容易出现就是一些水种 不是无糖就一定热量低 所以爱吃又怕胖的民众 在购买食物前最好还是要看仔细上头的营养标示 它关注尽标 Funk 温养标 所以我们也过来 そして那边